原标题 迪丽热八倍黑后 七一用十三字霸气怒对视觉中国 网友还真敢说 说起最近娱乐圈的盛事 这是前脚刚刚结束庄严华表讲 扣脚就迎来了隆重的国具盛典 这一连串的动作 不禁让圈迈的我们深感连关的逼迹 因为娱乐圈都已经赶蒙作年终总结了 所以这次小编要跟大家来谈谈 这次在国具盛典上发生的趣事 作为普通女孩的我们 但凡出席什么活动啥的 都会精心捣持一番自己 所以在娱乐圈女星身上 我们也能理解 毕竟要出现在各种镜头下 一定要保证自己全方便 360度无死角 但是每每这时候 我们都会不经意间 在网上看到她们各种绰照 而这些丑照的罪魁祸首一般 都是来源于堪称照妖镜的视觉中国 基本是圈内所有女星都闻风丧大的存在 而之前顶级流量小花迪丽热巴 就被黑的外胶里嫩过 这组照片是迪丽热巴 当时正出席某个活动 视觉中国刚好抓牌到了迪丽热巴 面带微笑的样子 这组照片当时传出来 让不少喜爱迪丽热巴的粉丝们痛苦不已 当然更多的是为迪丽热巴打抱不平 明显都被丑化了 硬生生把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女 拍出了三十多岁的气势感脸上 看上去十分的粗糙 肤色暗沉 而自从迪丽热巴被黑后 接下来惨遭毒手的 还有人称七哥的七威 说起七威 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演技 歌手身份为一身的全能型人 而最为人惊心乐道的 就是她另一个身份美妆博主 所以这次七威也受邀参加了这次国具盛典 当天七威是身穿了一席高贵的深宝蓝礼服 看七威自己社交网上晒出的美照 应该都被她大大惊艳了一把 这五官十分精致 而脸上妆容浓淡时宜 恰到好处 一头利落的短发散在脑后看上去 显得凌厉 非常 但是嘴上涂着诱人的大红色 又透露出一丝丝的妩媚和性感 任谁都看不出 这竟然是一个三岁宝宝的辣妈 说二十五岁应该都有人信吧 而就是这样一个美美的人 在视觉中国的镜头下却是这样 这张图片中的七威 正一手拿着话筒 眼睛望向台下 而就是这服模样 让网友都深感无语 这前后对比反差也太大了吧 这组照片中的七威 脸上没有之前精致的杆角 还略微有点巴夫原论 整个妆容看起来十分油腻 活生生都瞬间老了十岁 本来一身高贵材质的礼服 一下子就廉价感十足 而七威也不仅是这次被视觉中国坑过 再看看以往的丑照 才会发现这次明显黑的比较轻 手下留情了 所以七威才会在网上罢戏的 用十三恶字怒对视觉中国直言 感谢视觉中国 这一次很良心了 虽然这话听上去好像七威心怀感激 跟视觉中国道谢 但是明眼人看过照片都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但凡有点脑子的人 就会发现这七威的嘴上功夫 还是了得 什么都敢说吧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待视觉中国的呢